在回归27年之后 香港警察终于开始换装国产手枪 那么这件事情的意义比简单的换装备要深远的多 大家好 我是石涛 7月11日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在回归27年之后 香港警察终于开始全面的换装国产的手枪 那么这一次要用这个92改进型手枪的出口型 CF98A手枪来换掉港警装备了60余年的 史密斯威森.38口径的转轮手枪 那么从枪械的简单性能对比 这毫无疑问 现在的这个92改手枪要比这几十年前的老古董 史密斯威森.38转轮要好得多 无论是在射击的可靠性还是从威力 或是它这个火力持续性都是好得多 但是香港警察为什么要在回归27年后才正式的开始换装国产手枪呢 我们都知道香港警察是一支非常特殊的武装力量存在 那么大家熟悉的各种TVB的电视剧里面都对港警有非常仔细的描写 他们确实是香港国际港的这么一支中流砥柱的执法力量 在2018年开始的这个黑豹事件之中呢 香港警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稳定作用 那么在多次的行动中是维护了香港社会的这个和平与稳定 更重要的是呢 香港警察实际上呢是一支非常有历史传统 或者说呢跟祖国大陆根源非常深的这么一支的武装力量 那么其实呢早在啊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呢就有大批的山东人啊 来到香港在当时的港英当局政府那样担任警察的职务 那么这一批港警呢也被称作是卢警 卢就是山东的卢啊卢警 那么卢警的这一批力量呢实际上是在香港的这个警察的历史传承中 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这么一支中流砥柱 那么这也使得香港警察部队呢一直以来对大陆呢 在心理上的联系是比我们想象要密的多 即便是呢在香港警队里面呢有大量的包括阴急的混血的等等的这些警员啊 阿瑟们存在 但是一直以来呢港警啊对于特区政府呢是相当的这个忠诚 或者说呢是一支非常有担当的这个武装力量 不过呢香港警察的装备却有它的这个特殊性啊 首先呢在香港回归之前呢 香港经常发生一些非常离奇的抢劫案 那么之前也有著名的这个香港极大汉匪的故事啊 在此呢就不多赘述啊 那么香港警察因此呢针对性的装备了一些啊 我们说叫反恐的或者警用的装备 这里面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MP5冲锋枪 还有呢包括史密斯威森在内的一系列的这个警用的手枪 但是呢自从2018年黑豹事件之后呢 欧美各国事实上对香港开始了武器禁运啊 因此呢香港警察越来越难以买到啊 这个欧美产的装备啊 即便是这个警用装备 他们也很难买到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随着时间的流转 那么手中的装备自然的损耗 港警要替换这个装备啊 也就败到了意识日常上来 但是我们要说港警啊 毕竟是啊吃过用过这个世界高端 这些军用装备的这么一支部队 那么对于国内的这一些无论是警用还是军用的装备呢 他们自然会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与标准 进行更严格的考察 那么大家如果回忆一下几年前啊 对于咱们啊军用的包括95式步枪 92式手枪等等的一系列的评论 就会发现其实几年前啊 对咱们的军用装备啊 大家口中还是不太客气的 这里面无论是军迷 还是啊咱们说一线的部队 随着这几年中国军事工业水平的提高 我们战事手中的枪械也是越来的越精致 那么以191系列步枪为代表的新一代的步兵的装备 亮相之后呢 网上的之前的这个抨击的声音啊 那是越来越少了 香港警察这一次选择的这个92改 或者叫CF98A啊 它本身也是啊经过了一步改良的啊 我们新一代的装备里面呢 非常重要的这个手枪品种 那么提高了可靠性 并且在外观啊 以及这个附件的适配性上都有很大的改观 因此呢 香港警察也就啊能够接受这么一款啊 大陆装备进入试用 那么更重要的是啊 这一款装备进入到香港的警戒 实际上呢 是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意义 那就意味着 香港警察再次啊 与大陆的包括了军警部门啊 在装备上完成了一定水平上的融合 那么这呢 是心理上进一步融合的重要的基础 那么实际上 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 就会发现了几年前啊 香港警察部队的国旗护卫队 他们的操点啊 就包括了他们的正部啊 已经从之前的英式正部 完全转为了我们的啊 中式的正部 那么这一点呢 就说明从当时开始 实际上就已经在改革香港警戒啊 之前的一些殖民的这种遗存 那么现在呢 通过手中武器的逐步的换装 相信香港警察最终也会成为一支 人民警察部队 那么在思想上 完成他们彻底的去殖民化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再评许我交流 感谢您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